大卫老师 现场的企业家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马元杰 今年39岁 来自苏州 进入工作岗位 已经20年了 我来到非你莫属 是想寻找一份 跟销售相关的岗位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元杰 看看您的这个个人经历 合伙人 销售总监 然后小学老师 几乎每一段经历的差异 还都蛮大的 我是幼儿师范毕业 很幸运地赶上了 我们当地最后一批 分配工作的机会 就是获得了我们当地 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的 希望小学的老师 在成为孩子王的 这三年半当中 我获得了很多的 情感上的一种满足 乃至到现在 我有时候做梦 还会梦见自己在讲台上 就在给孩子家访 在给孩子补课 最后离职进修的 这个两年呢 是因为个人 有了新的梦想 就想去外面看一看 不安分的我 又进行成人高考 考上了我们 西北民族大学的 音乐本科系 但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 我自己放弃了 放弃以后呢 还是不甘心 因为这个梦想 已经点燃了 我就借钱考了驾照 驾照还没拿到手 我知道成绩的那一刻 我就买火车票 南下了 就出来打工了 对 南下去了哪儿啊 苏州 我当时在我们网吧里面 找了三份工作 第一份是北京的一个商务部 第二个呢 是苏州的一个 外贸业务部的行政人员 第三个工作是上海 当时还不叫律师事务所 当时叫私家侦探所的助理 从北京坐上去上海的火车 然后在火车上呢 认识了一个 从警校毕业的沈阳女孩 她在苏州下车的一瞬间 我说你等等我 我也在这下吧 为什么你要跟她下车啊 我们聊了一路特别开心 投缘 投缘 万幸 你这不是国际列车 就好像是上天 派了这个女孩来引领我 就那么一个念头 现在还有联系吗 现在没有了 自从有了微信 在换手机号的时候 就联系不到她了 说说你到了苏州 以后的经历吧 我就先去 我在网上之前联系好的那份工作 是一个外贸服装厂的业务部 是一个单身的老板 承包了那个业务 然后在那边干了20天 享受到额外的那种关心 我就觉得 我可能想再换一份工作试试看 明白 今天朋友介绍 去了广告公司里面 做行政工作 跟单工作 做了半年 到2006年12月25号的那天 给我们当时的一个大客户 是开发商 给他们举办一个 圣诞晚会的时候 我身着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 帮他们发糖果呀 倒红酒呀 添茶倒水这样 突然他们节目不够了 就说 你看看那个广告公司 那个小姑娘 她会不会表演节目 看她感觉会跳舞 但是我不会跳舞 就唱了一段歌 唱歌之前我就说 我刚才注意到 我们董事长有一个细节 他让我 他吩咐我把最大的糖果 分发给现场的服务员 然后把剩下的糖果 分发给高管 我说我为贵企业 有这样一位领航人 感到为你们感到幸运 祝愿这样的企业 能够扬帆远航 接下来一首好日子 送给大家 然后就因为这段话 和我的歌声 就被强行地 从那个小公司 挖到了这个开发商 然后工资当时翻了四倍 从1200翻到4000多 在那公司干了多久 一直在那个公司 干了八年左右 那么家人有没有因为 你的生活变化 而过上更好的日子呢 说到这一点 我特别地欣慰 也是感谢我所有 遇到过的 帮助过我的领导 和贵人朋友 我在他们的关爱下 幸运地把父母 把弟弟 接到了苏州 安家落户 我弟弟在苏州上大学 然后分配工作 现在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父母呢安享晚年 帮他们带孩子 真好 挺棒的 挺立志的一个求职者 是 后来我离开老东家的原因呢 就是我当时想做销售工作 可是我的工作呢 当时是足于文艺工作 所以呢我在想 我这么干下去 我现在二十七八三十出头 未来我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不再年轻漂亮的时候 我能获得什么样的技能 我想再次挑战自己 当时还有三十几万贷款的时候 我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辞掉了偏行政的工作 挺好 第一次准备了简历 穿上了西服 然后走进人才市场 进入了这个 我们苏州市的无浆变压器 一个制造型的企业 经过了三个月的考核 和车间的实习 最后把我选中了 派往北京办事处 做了一年多 离职是因为 孩子当时要上小学了 并且发现 他的一只耳朵 没有听力了 再加上 可能经历了七年之痒 也想回归家庭 就是一个 孩子现在怎么样 孩子现在还没有到十二周岁 所以不能进行 更深层次的那项检查 有找到病因吗 病因就是找不到 因为要做深层次的检查 排除法 那现在他的听力 靠什么来维系呢 靠左耳朵 好吧 我们也希望 你的女儿早日康复 谢谢 真的 儿女的病啊 永远是爹妈心头 最大的一块石头 他整个这个叙述吧 你都觉得就是 娓娓道来 然后你听不见 中间有过什么苦 然后多难 但是你可想 就你想一想 知道当时一定非常苦 非常难 不用想 一个在异地打拼的女孩子 对 他顺风顺水般的描述 其实就是一种苦 只不过他没有把苦字 拿出来说 在他讲述的整个过程中 我就在写我的感受 嗯 我写的挺正能量的 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说了 我写的就是那几个字 叫挺正能量的 好 就我在挖我的潜意识 我听得很舒服 我不知道是他 所谓娓娓道来 还是温柔 还是还是坚强 还是希望 反正正能量 在第一环节 我要替一些企业家问问题 嗯 你来找的是销售 和对外领域的工作 嗯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你所指的对外是什么呢 在我以往的工作经历当中 我尝到了那种甜头 就是说我虽然不懂技术 但是我可以用我的 一些非常暖心的细节 让人家舒服 所以我可能获得的效率 要超过那些技术人员 如果能让我 从事一个跟沟通相关 落实相关的工作 我会非常的有自信 嗯 但是在策划方面 这个是我的弱项 比如说你给我一个项目 你让我具体怎么去 全盘统筹 我确实没有相关的经验 但如果你敢给 我就敢接 你的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 有要求吗 我期望只是八千家 最好是在苏州或者上海 上海 江浙户吧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有异项企业吗 我的异项企业 一个是赵晓叶董事长 一个是智力方 可问题是 我好喜欢他 文化它只有 你包邮区有吗 有港吗 我现在没有 以后也会有 对 也给你提出了一个梦想 以后会包邮是吧 可是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你稍等 你克制一下 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认为非常好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有太多的人 这个车轮轮话说 然后听不进去你的问题 他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了 回答了问题 就感觉人清清爽爽的 特别靠谱 我先问一个 你跟别人沟通 你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最大的秘诀就是同理心 在这段工作空档期 玩了一段时间的抖音 然后因为工会的原因 这个抖音号被永久封禁了 然后我就不放弃啊 去了两次北京 找他们的客宿部 找抖音的客宿 对 然后经理接待我们 我们好多人都在外面挨动 所有的人都在讲自己的委屈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后来我突然我一观察 我说你也不容易 生死面前无大事 这个抖音号 如果实在是找不回来了 我也来了两次了 我打算就此停止了 我说你每天听到的 都是负能量 每天听到的都是抱怨的话 哀怨的话 我说你也挺不容易的 非常感谢你刚才的倾听 那就这样吧 他听了这段话 突然就朝我看过来 他说你等一下 然后我的号码就找回来了 真好 我想多问一句 你这账号对你来说 那么重要吗 我想光明正大的唱歌 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 我不想用亲戚朋友的 所谓的这个身份证 去开小号 你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你的账号 断断续续玩到现在完了 有一个多月 有8.6万粉丝 一个月8.6万 那相当可以了 来吧 12位企业家 不要因为人家选了赵小夜 和杨石头就丧失信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求职者 愿意给他一个机会的话 就用你的灯来做选择 开始 非常好啊 祝贺你马仁杰 第一轮爆灯通过